在雲山大飯店有一個感恩之夜能夠退休 那實質上龍夢出城鎮了 因為如果從世界有名的Discover 2004年 在那個影片裡面一個小時的影片 Discover Beer Gate在上面就說 我是把台灣放到世界的地圖上面去 這樣我覺得就是我們在追求了 龍夢成真在追求這個東西 2006年的60週年的時代雜誌裡面 我是亞洲英雄 包含那時候政界就是鄧小平跟李光耀 那就是有企業界的人 那這個時候Intel的CEO就提出說 為什麼電腦現在不要一萬塊錢 只要一千塊錢 是因為我有做出貢獻 那當然現在已經又少一個零了 大家可以期待 那我們在談龍夢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終極版對我來講 這個是在上個月還上上個月的王道論壇裡面 就提出一個以華人龍夢就華人的夢 一個終極版是華人對未來人類文明具體貢獻 不是人多 但是最重要我們對人類的貢獻是什麼 這是我們大家一起要的夢 我們要借重中國再結期的契機 是再結期 以前老祖宗已經對人類有貢獻了 我們後面這幾百年沒有 促進世界和平而且是共融 因為我們的文化並不是像西方的贏者痛斥霸道的思維 兩岸華人攜手如何來貢獻世界 這是我看了一個終極版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王道 絕對不跟各位談 封建的時候的帝王之道 不是 現在是大大小小組織之領導人之道 基礎在座都有 在家裡的家長也是領導人 就是所有你的領導之道是什麼 那三個非常基本的信念 就是永續經營 創造價值 利益平衡 我們做一個領導人 如何永續的去為社會創造價值 能夠保持 不斷的保持 所有利害相關人的平衡的問題 那1989年之前 我在談科技島跟世界公民 那個演講裡面 曾經談到 因為題目太多內容了 提到一個台灣競爭力的一個攻勢 這個攻勢就是說 價值除以成本 那價值成本裡面的元素 要注意到的是現在 有形無形直接見解 現在未來的價值跟未來的成本 這樣一個觀念 比如說環保 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不能為了現在 而把未來的成本 來危害整個環境的問題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很基本 二十幾年前我思的思維 價值 那因為最近要推王道的時候 就不得不要命名 我因為搞品牌的人 要溝通的話 就要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正確的講是六面向的價值 而且是總章論 我是說 六面向價值不滅 是互相交換的 那我們要掌握它的影響的因素 還有建立一個有效的互換的一個機制 六面向的價值的平衡發展 才能夠達到長期價值的體現 這是基本的思維 但是人很不幸的 人的思維自然的盲點 因為顯性看得見有感覺 所以只有有形直接現在有感 但是對於整個無形間接未來的東西 隱性的東西就無感 甚至於以資本主義 民主政治管理系統 都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促進顯性價值的體現 對於隱性價值 並沒有辦法 就是能夠有很好的機制 讓它能夠scale 就是能夠複製 那這個只有靠領導人的理念 才有機會來做必要的一個平衡 那談到利益平衡 我們應該要先制到 就是說社會的價值是所有利害相關者 共同創造的 包含客戶也是利害相關者 客戶跟你做一個交換 是價值的交換 用錢跟你買一個服務 一個產品 本身是共創價值的一個思維 所以我對於說 我賣給你東西 我賺到了 觀念是不認同的 我認為買的人 買到一個有價值 物超守值的服務 或者產品 我也賺到了 是共創價值的一個基本思維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 所以因此你要共創價值的話 尤其這個利益要考慮是六面向 因為今天大家在談利益 都是用孫中山這個Dollar 來做那個 是六分之一的思維 不完整的 但是它最顯性 目前整個價值觀是最重要 我也不反對 但是不能說 把所有其他五個面向都蓋住了 有六面向的利益 都要去考慮 要給它一些誘因 創造價值的 共同創造價值的誘因 這個就是機制要去思考 所以只有利益平衡的機制 才能夠確保 發揮團隊的力量 以及持續的不斷在合作 那可以這樣講 整個平衡點 它是一個動態的 動態的意思 是希望 是說剛剛平衡 現在已經不平衡了 昨天平衡 今天明天不平衡 所以做一個領導人 就不斷要調了一個平衡的機制 才能夠促進不斷的一個進步 剛剛我沒有講到說 價值也是一樣 尤其在經濟理論的公系原理的話 價值也是不斷的在貶值中 大部分的情形 公共於求就自然貶值 公不應求才會升值 所以大概既然有利可圖 當然供需一定提高 所以遲早都會供過於求 所以你不去往創新 創造新的價值 很自然的就是會貶值 就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為了要創造價值呢 我的座右銘就很簡單了 我就看哪裡有瓶頸 因為有瓶頸的地方 就讓價值沒有辦法體現 所以我想辦法要來有所突破 但是要突破瓶頸的那個瓶頸一定是相對很困難 如果沒有困難的話輪不到你 輪不到你 所以你的出發點一定要先挑戰困難 所以這個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我睡覺起來 如果沒有發現社會上都沒有什麼事情的話 天下太平 沒事可做 那我會覺得我乾脆就不要起床了 永遠睡下去就好 因為沒有行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有困難 社會上今天有那麼多問題 都是我們活的目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活下去呢 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態度 所以做法當然要不能用跟隨的方法 一定要想出一些創新思維 那當時我創業的時候 就把傳統文化的瓶頸 把價值無法實驗的文化 就想辦法能夠有所突破 當然我們中華文化 像王道文化 仁愛等等 這些恐慌思想 有很多薪水是我們可以用 還可以繼續可以發揚光大 但是很明顯 這個對不起 左邊的這些問題 好像孔孟都沒有告訴我們這些 是人性 這麼多幾百年 幾千年 人性自然沒有想辦法去克服的話 自然產生了一個問題 所以宗教裡面 恐怕也是在解決人性的一些基本盲點 所以一盤散散的問題 師傅留意所的問題 中央集權的問題 家天下的問題 使著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小到一個家庭 大到一個社會 實質上它的進步的動力 就受到限制了 所以如何建構一個新的機制 能夠建構一個利益共同體 大家有憂因 不留意所大家能夠成長 然後分散式的管理 讓大家能夠從這個過程能夠學習 傳嫌不傳職的 這樣一個機制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談來談去 無非都是為了要挑戰 一般人性的盲點 所謂仿向思考 因為大家都會正向 往前看就好了 但是實質上 那個就常常有一個盲點 甚至於死胡同 所以反向思考 希望能夠有所突破 比如說大家要漲錢 漲錢本來就是人性 那我如何從年輕的時候 看破了這個問題 這個是人的盲點 為什麼我一定要陷入這個盲點 我明明知道它是有問題的 我為什麼不享受大錢旁路 我盡量掃錢 然後我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成就更高 因為那麼多人替我做事情 當然我扛所有的責任 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夠相對的 對自己的人生或者對社會貢獻更大 為了要贏 我當然不得不認輸 為了要命 我當然不得不不要面子 所以隨時看到應該要認輸的時候 我就認輸了 不要面子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有多少人為了不認輸 所以贏不了 有多少人為了面子問題 把企業或者一個組織就把它偷垮了 這個是一個人性的基本盲點 還有人不畏及天出地滅 當然我是為自己好 我要做一個有用的人 對人社會有貢獻 那我想用什麼方法呢 為了立即我要名利雙收 那我也想破了頭了 想不出第二個方法 我就只好不得不立他 為了贏不得不認輸 為了命不得不不要面子 為了立即不得不立他 這是我的邏輯 沒有第二條路 沒有第二條路 當然各位會談說 這個好像因為人性不是這樣 問題是說你要想通了 你要長期的 還是要短期的東西 所以落實人性本上一個組織的文化 建構激發人才潛能的舞台 我們每一個組織都利用社會很多資源 金錢 土地 自然資源 很多資源 甚至環境 各種 但是有一個資源呢 它跟其他的資源不一樣 就是人 人的投資報酬力 它的價值呢 你要加一個零 沒問題 再加一個人也可以 再加一個人也可以想辦法 你如果不小心 在一個人的價值裡面 還可能有符號 其他的資源沒有符號的問題 人的價值可能前面有一個minehouse 企業的話 一個團體要達成特定的目標 以有限的資源 對不起 政府是靠不住了 沒有資源 越來越少 就在有很多資源 大家一分也不是很多 剛剛我跟各位講了 我是我媽媽的唯一小孩 所以我分的比較多 現在政府有那麼多的人要分 有多少錢可以分 根本沒有資源 但是企業精神就有利用有限的資源 能夠透過有效的組織管理 不斷的創新改善的努力 而且是挑戰困難的一個過程 所以企業精神 可以應用到政府跟會營利事業 我的感覺 應該可以應用到人的經營 人是 定義好像不能當一個體 但是還是一個個體 就是他經營一個人 還是要有這樣一個基本思維 所以我現在已經自習為社會企業家 希望 當然我自己已經做了很多社會企業 虛擬的社會企業 不是真正的基金會下面的虛擬社會企業 要有一個新思維 為了做這個主要是要補強 人類文明中的系統性的問題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問題 它是價值半盲的文化 同時還有資源齊頭文化 也就是民主政治 但是為了評議形式 只要把資源大家一起分 大協每一個縣市都有個大協 那後果就是怎麼樣 就資源齊頭屬於 行政防備文化 資源齊頭文化 這三害也應該是屬於我們應該好好想 所以這種以企業經營及價值交換的思維 從事一般非盈利事業的營運建立能盈利的模式 回饋社會與參與者 產生生生不息的機制 前方為了社會價值創造系統 會盈利事業創造社會價值 盈利事業也有在創造社會價值 那如果要體現這個社會價值 實質上多方便 以盈利事業來講 顯性價值當然它盡量是追求最大化 但是你總不能隱性價值 有產生複數的 複變的 比如說未來的 間接的 無形的 傷害到整個社會的利益 這個就不可以 盈利事業它可以盡量去賺錢 但是要考慮它隱性價值還要去 不能是複變的 最好也有平衡的 正面的發展 會盈利事業呢 它本質就是為了社會的需求 它以追求隱性的價值為主 但是如果它的顯性價值是複數的話 實質上它要那一個 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永續發展下去 如果一個社會企業現在立法院 或者現在公益團體都是在努力的一個 成立一個公益公司的法令在裡面 那應該社會企業要追求 六面向價值平衡發展 顯性價值追求利益相關者的 認同並分享社會